今天是什么日子 各位你们想太多了 今天是开始报废的日子 我们的有钱人的负担非常的轻松 这个税拿在他的手上一点也不在乎 一二三回 几乎看不见他的弱点 我们的劳工现在即将要来丢千球 但是在丢千球之前请先做三个交互蹲跳 这是公平的 大家说对不对 预备 预备 开始 丢眼啊 差那么远 我们的租税负担是公平的 是我们的劳工没有能力 哇哦 一试暴猎物 台湾暴猎物非常多 来 这个大会要处理一下 一试暴猎物 台湾 满街都是暴猎物 台湾暴猎物最多的是什么 我的是什么 干啊 原来 这个暴猎物是干啊 这个没差啦 还为大哥的劳工继续加班 你们加班才会赚取更多的钱 这个干没关系 坏了没关系 我们还有源源不绝的新鲜的干 所以这个干 我们就好好把它处理一下就好了 就处理一下就好了 那当然 当然 这个医生 我没有医德 医生不是用劳基码没关系 只要有医德就好 怎么那么差劲啊 台湾的医学院 在附近的台大医院 台大医学院可能要关门了 你看我们训练对外的医生 如此的不专业 例问百第一 劳动条件百最后 我们的医务人员的劳动条件 一直处在过劳的状态 医生目前还不适用劳动基码法 虽然现在教育部和劳委会 它是不反对实习医师 还有医师纳入劳基法 但是教育部 卫生所的部分呢 是反对医师纳入劳基法 因为他们坚守了他们最后一道防线 认为医师应该是责任制 要非常有医德的照顾病人 他们现在教育 卫生所想要用 想要用定型化契约 还有医院评件的方式 来改善医院的工时 医师的工时 但是我们都知道 医院评件就是一个 作假的回报机制 你是想 如果你要让一个评件 自己回报自己的大厂感觉 超标 这是有可能的吗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讲的一定是讲话 再来是定型化契约的部分 卫生所想要从这个方面 规范医师的工时 但是我们知道 卫生所他们缺乏 劳动专业的部分 因此我们担心 这个定型化契约 只是加强资方和劳方的对立和不平等 医师每周的工时 高达120个小时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医师就像喝醉酒一样 他的错误诊断 医院治疗率是非常高的 这样的工作环境 不仅没有保障医师的安全 连病人的安全 都是有极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希望在此呼吁 劳委会和教育部 劳委会能尽速让实习医师 和受读医师纳入劳基法 那卫生署 身为国人医疗品质的把关单位 更不应该阻止我们纳入劳基法 我们要医师纳入劳基法 每个社工要负担的 照顾的人数 非常非常多 为什么 我才累的呢 我大事是很多 这个事情是你们社工的事情 现在背起来 谁背起来 主管机关背起来 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继续的往前走 那请这个 诶 主管机关怎么样 什么 什么 这个黑锅 基本是要要社工来背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工作已经够多了 人数已经够少了 结果还要我们背 难怪社工没有品质嘛 社工去我们 台湾社工去如此不专业 所以大家要谴责社工 你看社工 社工长期以来 高按量 异薪资 而且我们有非常不可理的 劳动条件之下 我们背的黑锅 其实是转不过气来的 而且背黑锅是没有办法真正的 去解决问题 说明诉求呢 希望我们可以有 合理的劳动条件 合理的休假 而且我们组织了社工工会 希望社工自己可以团结起来 申请申请的确认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任何的法规 来保障我们的学生 所以他们只能在学校 跟厂商之间 丢来丢去的皮球里面 闪来闪去 完全没有任何的保障 好 我爱跟谁 我来加入 哇多多人 我爱跟谁 好嘞 继续丢继续丢 丢到为止 哇 我们尖叫声终于被丢到了 而且不只被丢了一次 这就是台湾尖叫声的处境 这就是台湾尖叫声 长期以来 被政府所过世 这就是长期以来 台湾尖叫声 没有任何法规保障的结果 那我们会看到 过去在了风行动的 走街头的活动当中 你们有看过任何尖叫声 上过街头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一直在打走地球 因为他不是在厂里面上班 要不然呢 他们就是在便利超商 在当店员 还有呢 去当其楼妹 根本没有时间来上街头 在捍卫他们自己的权益 能够让这些打走地球的官员 打走地球的建交合作厂商 打走地球这些所谓建交合作的学校 包括教育部要开始去通过专法来保障三万五千名的建教生 他们的权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都听到有一个流传的话 外来我们做的就给建教生做 本劳根本没有机会抢到现在建教生所替代的这些劳力的工作 而且我们会看到说建教合作生 他们常常都联盟投诉的重点 一个就是所谓工时或长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倾心或低 我们从北到南去参与建教合作的法式调查 很清楚地看到南北还有差距 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结束 以上谢谢